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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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安分局行政支队的民警打过来的 原来民警在电话中告诉刘先生 一个出生仅仅两个多月的男婴是他的亲生儿子 根据警方已经掌握的情况 这个男婴很可能已经被卖到了山东新泰地区 刘先生今年49岁 据他说他曾经有过两段短暂的婚姻 但是呢 都没有生育过孩子 对于自己突然之间有了一个儿子 刘先生觉得非常意外啊 那么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月27号 杨浦关分局行政支队 接到了一条群众的主报线索 说是有人通过QQ群 百度贴吧 在网上发布了大量有关贩卖男婴的信息 我这边有一个男婴 没有办法自己来抚养 问人家 有没有人需要领养那种 刚出生的婴儿 这些信息最早被发布在一个叫 袁梦之家的QQ群里 发帖人是一个QQ的昵称 叫不告诉你的网友 林警通过调查发现 这个网友真名叫王芳 他呢 就居住在杨浦区 首先我们是要确定 他说了这么一个情况是否属实 但属实的话 还要确定他这个男婴 是不是他自己的 或者说第二个情况就是 这个男婴是别人的 他帮别人栽埋 那么首先我们先要想办法 找到这名女子 去核实相关的情况 于是警方很快对王芳展开了调查 他们家隔壁邻居什么都不知道 他怀孕 这就让人觉得有些奇怪了 就算邻居不曾发现王芳怀孕 那么他从怀孕到生产 这么长的时间里 那总要去做产检 警方马上对上海市的 各大医院进行了走访 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事情发生了 林警竟然没有发现 王芳有任何怀孕就医的记录 那么如果王芳自己没有怀孕 那么他发到网上要卖的孩子 会是谁的呢 没有怀孕的征兆 又没有相关的就医记录 事情看上去非常的蹊跷 民警继续调查发现 王芳的平日里主要经营着一家棋牌市 棋牌市的经济效益并不好 所以呢 他的经济状况也并不宽裕 可是就在1月下旬 王芳的经济状况 却突然变好了 通过我们调查发现 他最近这段时间 一个欠债都还掉了 而且警方还发现 另外一个重要的线索 未来通过对铁路部门的了解 王芳曾经在1月初 多次乘坐火车前往福建 他在1月份的时候 他是离开过上海的 而且离开了二十几天 那么他去福建做什么呢 民警随后依法对王芳进行了传唤 一开始跟他接触的时候 他是对这个买卖孩子的 这个事情闭口不谈 也否认自己曾经去过外地 就算正常的出去旅游 或者走亲房游 说离开上海二十几天 这也没有什么问题 这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他刻意规避了 就是说隐瞒了这一件事情的模型 他可能是有问题的 那么王芳为什么要刻意隐瞒 这次出行 想必他隐瞒的背后 肯定是有原因的 那么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十月怀胎 一朝分娩 亲生母亲为何狠心将儿子 卖给他人 孩子的亲生父亲 为何一直被蒙在鼓里 这么一男子并不知道 他跟王芳之间有这么一个小孩 生母 卖子之谜 太阳正在播出 我们说到了 当警方传唤王芳的时候 他刻意隐瞒了福建之行 那么他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有难言之隐 还是根本就想掩盖自己的罪行呢 首先我们一个要确定 他这次出行是不是跟他卖男婴有关 第二个我们要确定 就是这个男婴是不是他自己的 包括这个男婴是不是已经卖给对方了 还是说正准备在卖的过程当中 我们首先把这几个疑点给确定下 经过审讯 王芳是无法自圆其说 最终他交代了自己在一月初 生下一名男婴 然后把男婴卖给了山东 一名男子的事实 王芳随后还说出 孩子的亲生父亲是刘先生 于是根据王芳所提供的情况 警方很快就找到了刘先生 这名男子并不知道 他跟王芳之间有这么一个小孩 我们找到他的时候 他也是非常的吃惊 事情发生之后 王芳坚持说 被卖掉的男婴 确实是他和刘先生的亲生骨肉 但是刘先生对此却不予认可 因为刘先生说了 王芳早就已经结婚有了家庭 那么他们俩之间 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纠葛呢 原来王芳和刘先生是老邻居 早在十多年前 王芳的父亲经营了一家棋牌室 而刘先生就是那儿的常客 2003年王芳接管了父亲的棋牌室 据王芳说 由于刚刚接手 业务不太熟悉 所以资金经常会出现 入不敷出的情况 王芳记得 有一次他急需要一笔钱做周转 刘先生知道之后 二话没说 就借了一笔钱给他 刘先生这些年来呢 并没有想过让王芳还钱 而就在去年四月的一天 王芳突然再次找到了他 说又遇到麻烦了 之前所借的钱款没有还清 现在又向人开口借钱 这对于王芳来说 总归是不好意思的 于是呢 对于之前所借的那笔钱 王芳就提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 没想到这个办法一说出来 刘先生倒是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按照刘先生的说法 他和王芳之间发生关系 那实际上就是一场交易 而王芳却认为 虽然他已经结婚有了家庭 但是呢 他一直对刘先生存有好感 对于两个人之间的感情问题 双方各自一词 不管怎么样 他们俩确实发生过关系 而到了去年年初的时候 王芳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 王芳发现自己怀孕之后 很想第一时间告诉刘先生 但是心中呢 却非常的忐忑 王芳那天先是给刘先生 发了一条微信 希望当面把这件事情告诉他 可是呢 刘先生却以工作太忙为由 没有赴约 于是那天之后 王芳就删掉了刘先生的联系方式 双方也就此断了联系 尽管王芳和刘先生断了联系 但是肚子里的孩子 让他越来越感到焦虑 他曾经想过去做人流手术 也考虑过把孩子生下来 自己一个人抚养 但是最终 他却做了另外一个选择 生母亲手出卖儿子 令人匪夷所思 历经波折 孩子能否回到亲人身边 小孩子 小孩子在哪 给我讲清楚是小孩子 快去在哪 生母卖子之谜 拍案正在播出 刚才我们说的 王芳在怀孕的时候 想过去做人流手术 也想过把孩子生下来 自己抚养 可是后来 他又到底 为什么要做出了 另外的一种选择呢 据王芳说呢 在他怀孕之后的几个月 肚子越来越大了 不过由于他和丈夫 一直感情不和 丈夫没有留意到 他身体的变化 去年的12月初 也就是王芳怀孕 八个多月的时候呢 王芳的丈夫 因为吸毒 被徐慧警方 依法送去强制戒毒了 她为了避免 在上海生产被人发现 就在网上联系了一家 福建福州的 私立的妇产医院 今年的1月初 他呢在福州 生下了一名健康的男婴 生下孩子之后 他还想过要独自抚养 不过呢 又担心丈夫 戒毒回来之后 无法交代 于是啊 他产生了把孩子 卖给他人 去抚养的念头 就这样 王芳在QQ群百度贴吧上 发布了大量 有关卖男婴的信息 两天之后 山东的一名男子 找到了他 这个男子自称姓曹 说是自己无法生育 但是呢 又非常喜欢孩子 希望能够收养这个男婴 最后双方经过协商 王芳最终以6万块钱的价格 把孩子卖给了 这位曹先生 孩子 他不是一个商品 把孩子又给卖掉了 不但从礼上说不过去 甚至还触犯了法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240条的规定 王芳的行为 已经涉嫌拐卖儿童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241条 有明确规定 收买被拐卖的儿童 他也是涉嫌犯罪的 经过进一步的调查 警方掌握了当时和王芳 进行交易的曹苑 他的情况 他呢居住在山东新泰地区 我们了解呢 他其实已经有自己的女儿 而且是两个 他们买这个孩子 到底是自己抚养 还是给他们的亲戚去抚养 尽快找到他们 来确定这个事实 3月24号 上海杨浦警方 赶到了山东新泰 准备对被拐卖的男婴 展开营救 像潮信男子 可能是这个案件的火灯点 到山东之后 我们就先去了 潮信男子的家 就是最好是小孩 直接能找到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民警找到了 曹苑所在的小区 在他家的楼底下 警方发现了几件 晾晒在阳台上的 婴儿的衣物 掌握到这个线索之后 民警立刻上楼 找到了老院 在他的指引下 民警在他母亲家里 找到了一名新生的男婴 他母亲亲自好怀里 抱着一个男婴 而且看上去 也就是两个月左右打 随后民警把 曹苑和怀中的男婴 带回到了当地他就行 小孩我们找到之后 我们不可能听他供述 就认为这个是或者不是 我们是需要采集 亲生父母的血液 和这个小孩的血液 去做DNA亲子鉴定的 就在警方把找到的 这个男婴 带回当地派出所的路上 行政技术人员 已经准备就绪 按照民警事先的计划 男婴被送到派出所之后 就立即安排采血 血液的样本呢 由专人送到上海 和他的亲生父母 进行DNA的鉴定 就在这个时候 民警注意到 曹苑的反应 似乎有些反常 觉得他这个话嘛 就是说一半男后男 说到最关键的男孩 是支支吾吾的 通过反复询问 曹苑交代说 警方找到的那个男婴 是他表妹家的孩子 从王芳手中 买过来的男孩呢 其实已经交由 他的二姨 朱女士抚养了 这个小孩 在他的阿姨的家里面 就我们上海 王芳这个女子养的小孩 是被他的阿姨所收养的 当时他二姨已经知道 这个情况了 我们就怕他二姨 把这个孩子转移了 或者 根据这个情况 另外一路民警 立刻赶到了曹苑的二姨 朱女士的家里 在这里找到了男婴 经过鉴定 这名男婴 确实正是刘先生的亲生骨骆 那么朱女士 为什么要买下这个男婴 原来朱女士和丈夫的第一个孩子 是个女儿 但是呢 他们却一直想要一个儿子 当地的分数情况 是比较那个封建的 因为重男轻女的情况 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像他们这种 家里面没有养出儿子的人 一般性亲戚就办这种喜事什么 一般性都不会通知他们 非常没有面子 由于一直以来 盼望能够有一个儿子 于是他听从了曹苑的建议 在侄子的帮助下 买了一名男婴 既然朱女士家的这名男婴 是通过非法手段 从王芳的手里买过来的 那么在曹苑家 发现的另外一个男婴 又是不是真的是 她表妹的孩子呢 这个时候呢 又有个急手的情况是什么 就是说 这个曹兴男子家里面 又多出来一个 我们之前并不掌握的 这个婴 面对民警的训问 曹苑坚实说 这名男婴确实是表妹所生 交给他抚养的 不过从他的言语之中 民警还是发现了 很多不合逻辑的地方 因为他说 表妹是江苏常州人 而据警方了解呢 曹苑并没有江苏的亲戚 我表妹是江苏苏比的 江苏苏比的 怎么会是你表妹啊 不是你家里面的自己表妹啊 对 不仅如此 当警方提出 让他提供表妹的 联系方式的时候 他是支支吾吾的 怎么也说不出来 我们一切的朋友 一切就就就 他支支吾把那个事情 都说得比较含糊嘛 所以说我们觉得 问题是肯定有的 但是是怎么去找出这个问题 来突破它嘛 经过民警的反复询问 曹苑最终交代了 这名男婴其实也是买过来的 他说 他是以同样的方法 在网上和孩子的亲生父母 取得了联系 然后以六万块钱的价格 从江苏常州 一对夫妇那里买过来的孩子 针对这个情况 另外一路民警 立刻前往江苏常州 找到了这名男婴的亲生父母 梁娟就是曹苑口中的那个表妹 她说卖掉孩子 那也是迫不得已 一生就给他测房单之类的 然后就发现他有房单 然后医生说要住十天院 然后说一天八百块钱 就说要住院挺严重的 然后当时听到这话 我真的 真的好累 就是因为他生病了 然后我才想到 在去网上给他找养父母 后悔把他生下来 事实上治疗 新生儿黄胆的费用 其实并不贵 一般也就是在几千元上下 也许梁娟只是想为自己 找一个听上去 冠冕堂皇的理由 不管怎么样 既然警方找到了 孩子的亲生父母 那么孩子自然 需要回到自己的家 得知警方 要把孩子带回亲生父母的身边 朱女士的情绪十分激动 她呢 仅仅抱着墙堡中的这名男鹰 始终不愿意放手 面对即将和孩子分离的现实 朱女士的情绪非常的激动 给一个家庭 就是说找到孩子 另外一个家庭 等于是失去了孩子 因为这个小孩 已经抚养了两个多月了 被草木 对吧 就是养一只小猫小狗 养两个月 肯定也都有很有感情 何况是一个 从刚刚出生 就养了两个月的 婴儿 民警一方面安慰朱女士 另一方面呢 也试图从朱女士的丈夫和女儿 着手进行劝说 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反复劝说 朱女士最终是依依不舍地 把孩子交给了民警 她买卖婴儿 肯定是违法的 就算是自己扶养的 她也是违法的 这个是必须要予以打击的 法律还是法律 我们必须在法律面前 一定要是能够平衡的 就算她是一个新生婴儿 虽然她不能表达自己的思想 对吧 也不能自己照顾自己 但是她也是一个生命 所以生命肯定有生命的尊严 应该尽快地把她交由 她自己亲生父母身边 让她亲生父母来 抚养她 照顾她 目前王芳 梁娟 以及丈夫李美国 因涉嫌款卖儿童罪 朱女士 曹苑 因涉嫌收养被款卖儿童罪 已经被杨普警方 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在刘先生的家里 民警见到了被解救的男婴 刘先生为她取名为天天 听天天的男人说 就在半个小时之前 天天刚刚喝了整整一瓶奶 回到家后 在亲人的精心呵护之下 天天过起了安稳的幸福生活 两个孩子的命运有些波折 但是幸亏他们兜兜转转 又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家是孩子幸福的港湾 亲人的悉心照顾 一定会让他们快乐地长大 希望涉嫌犯罪的大人们 在经历了这些波折之后 能够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孩子不是商品 你买卖的同时 就已经丢掉了自己的良知 终将要受到惩罚 好 赶紧收看我们今天的拍案 明天见 放学路上 女孩离奇失踪 他女儿放学一直到现在 都没有到飞家 可疑目标 被锁定在通往家门的小巷 这个小女孩放学以后呢 向南 随着阿里山水道 走了大亚吧 深夜里的骑车人 四十岁的单身汉 还有豆腐房里 那个忙碌的人 究竟谁才是隐藏在暗处的黑手 失踪的花季少女 拍案明晚播出 明天见